你對自己的科系後悔嗎? 最近美國的求職網站 統計了十大讓人後悔的科系 參與調查的1500名畢業生中 有將近一半的人都覺得自己選錯系 而最後回榜單的第一名是新聞系 有將近九成的學生想要重來 社會學跟人文通識也有七成的學生後悔 其他上榜的還有像是傳播、教育、行銷、政治等等 欸?聽起來怎麼?跟我們有點像 求職網站指出,讓他們後悔的關鍵原因 是畢業後的起心跟前景發展 因為大家在選科系的時候,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可是畢業後面對學代跟生活的壓力 很多人就會覺得,啊!早知道就選更賺錢的科系 而在另外一個最不後悔科系榜單上面 前三名是電腦和資訊科學、犯罪學和工程 另外金融、心理、商管、護理系也都在榜單上 那你會後悔自己選的科系嗎?